剛才鬼表兄最後就提到怎樣去處理 婚外情這個部份 我想我未必有這麼多理論講 可能我講一些我自己做的 就是我自己親身見過的一些個案 譬如剛才我講來找我的時候 因為他自己其實有頗好的婚姻 其實本來真的挺好的 通常都是 但是他可能條件很好 見到一個是一個高大英俊的帥哥 士備又有些才藝 所以他又認識到另一位女性 亦都是一個沒得意來的 聽到這句話很吸引 但是他又有愧疚 後來發展之後 這個看到他裏面對太太有份情在 對家庭是有份情在 我想我自己 我不能夠代表所有做心理輔導的 或者婚姻輔導 我本身不是專門做婚姻輔導的 我本身 我就會提醒一下 其實你有沒有小朋友 他說有小朋友 這樣就由這個位置入手 這樣 你覺得你作為一個爸爸 你自己怎麼看呢 因為如果又回去跟他太太的關係 因為可能怕他凋淡了 所以可能未必這麼快 延點起他的感情 他又重複 他又重視小朋友的健康地成長 這樣就由這裏慢慢疏導了這位男士 對於第三者的感情 其實你可能都要做一些選擇 這樣 當然他都需要還有一個比較好的因素 因為他跟太太又不是說疏離到 疏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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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講多一些中年男士 但是我意思不只是中年男士才會的 其實現在始終我們香港女性的經濟都比較獨立 其實經濟因素真的有關係的 還有一樣東西我想補充就是 很多時候作為這段婚姻裡面的女性 當她有了自己的小朋友之後 為什麼說男士才會出現剛才那些呢? 有時候女性是真的在小朋友的關係上 是有一份情的滿足了多些的 男士普遍現在很多男士都很好的 都會很照顧小朋友的 很懂得親自關係的 但是普遍地都是女性會投入那份關係的 可能跟我們身體結構荷爾蒙有關都不奇怪的 有些都說同個腦子很多這些 真的生出來的有些原因 男和女是有些不同的反應的 還有男士真的會看女性的外表 真的似乎會多一些的 女性有時候都會看多一些的感情關係 所以出現了很多男士有時殺眼嬌 看到一個年輕貌美的就會開始了 所以要欺騙一位男士是比欺騙女士容易的 我相信只要你裝扮得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我想這些我慢慢好像是反應了 不好意思 我想剛才就說那個感情是預防性的 就是我用那個字不是維繫 我們叫它栽培 栽培的感情是一直好像一本 我用一個比喻的 我教一些公開課 就好像一本小盆栽一樣 你不要想著買回來那盆栽好看就行了 你是要每天都有一些少許打理它 每天都要修剪、灌溉、做少許 那這盆栽就會生得漂亮 就不要去到出了事的時候才挽回 我用這個比喻 夫婦關係或者任何的親密關係都是這樣 至於剛才說到出了事之後的挽回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其實我覺得都會肯定它的 剛才說的那些內在需要 需要肯定、需要認同 需要愛、需要關係這些部分 但是用什麼形式去滿足 用什麼形式去符合我們這個世代 剛才說的那些社會文化的因素 這些在我的範疇就不會說到這麼哲學了 當然 還有必然有取捨的了 是一個不完美的選擇 我想我先說了這麼多 大家可以補充一下 我想分享一下少許女性的角度 在這裏剛剛你剛才說的 我想每一個人都想做一個很浪漫、很優雅、很得人喜歡的人 但是這麼巧在這個家庭的歷程 只要有兒童開始 一個女士就已經變成了媽媽 然後還要主力投家 假設就是一個小康之家 要去管理 甚至在管理之外 現在不少女性還要出來做事 我們叫雙職工 你們不明白我想說什麼 就是做到很辛苦回來 根本都想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之外 能力好一點的可能就請外傭去減輕一下壓力 其實這個都加來另一些壓力 你都要管多人的 更加要看著他怎樣去看著那些孩子 是不是真的做到的事 我想說那種體力勞動 讓人的激情浪漫都沒有了 每一天就是牽著很疲倦的身軀 你不要搞我不要碰我 我只是想睡覺 因為可能還未必有時會這麼快睡得到 他都有他的事業的夢想 可能都要見客、提案 仍然都要深夜在這裏做 誰不想有溫情 誰不想能夠互相支援 其實有時女士 不需要你講很多理性 其實主要陪同 還有有時是生效 我覺得這些都已經很好的 培養感情的一些方式 只不過我想覺得家庭這個 無論是字面上 實質上、形式上 對女性的枷鎖 肯定會比男性大很多 而這種是讓女性 不是那麼容易、那麼自由、那麼浪漫 還有有那麼多時間去打扮 這段位置 我亦都覺得不應該只是叫女人去打扮 我覺得這一邊那種困局是很難 但我想說香港的女性都會比較幸福 因為正是由外傭去幫忙 投家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你就會見到現在人間的悲劇 就在那些 不是中產的婦女身上 就在基層的婦女身上 他們沒有選擇 胃口奔馳 要打幾份工 要看小孩 可能老公就要去管賣 老公回來只是期望 為什麼那些飯會會這樣 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些就是 就是結婚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叫什麼 家庭這個 觀念 正正 現在傳統以來 都改變不了 讓女人很自由 可以樂得 去做一個有好道德 很自由的一個個體 我想說 可能 就是 每一個女性都很想 不是日我夜我那些 都是想得人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增加了很多很多個男主 但是 都不應該成為婚外情的藉口 因為我想說 剛剛回應了季彪兄 那 昔日 就是正正進入婚姻 大家不是說愛嗎 大家不是說 在當中要分對享分擔 甚至尊重 以至到理解支持的嗎 為什麼在 可能生了嬰兒之後 或者甚至是 不是去建立婚姻愛情的 只有女人的責任嗎 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婚姻去到有婚愛情的責任 我覺得 不只是雙方都有 而是女性的困難 其實有多少可以明白到 那種苦處 那種矛盾 還有那種 尤其是她的角色 更加成為被撇低那個 因為不是她出去 都很發脾 是那個男性很發脾 然後製造很多方言 有很多雜貌 很多要求 令到女性好像做不到 令到女性好像 沒有辦法了 好來好去我跟你離婚 女性是被撇下那種感覺 那種離婚 那種背叛 那種憤怒和疾怒 就是現在 今天我想說 一開始說 那些悲劇產生的原因 所以這些我覺得 如果不去自由了 一些 剛才我講的那些枷鎖 或者在當中男人同樣 其實這應該牽涉到生命的情操 那個情操 就是你有沒有 在一個人實踐愛 去明白 只要花蜜 換轉身 婚外情 那個是女方 那個男士又怎樣看 被遺棄那個人的感覺 感受 以及他過去一直為這個家庭的貢獻 我覺得如果有多種同理心 有多這種平等尊重的話 婚外情可能會少些 如果那些男人 就是不一定是男人 就是外遇那個 就是他有多些愛的質素 愛的支持 愛的體諒 就不會只有他自己 或者有很多慾望 他的慾望都可以有其他意外的方式 去解決 做多些家務都可以 不想只是滾 等等 又或者一起去製造一些 很性感的做家務的東西 現在很流行那些 就是一些小女博 什麼藍博 都可以一起去做一些 很有情趣的事情 而不只是要在外面 找一個身體 很青春或者外貌 要跟太太不同的 我想食口可以有很多 去滾或者不滾 但是為什麼就是要默默 在這個家庭裏面 去貢獻最多的那個 然後要得到被遺棄 或者被離棄 被嫌棄的一個感覺 然後好像覺得還有一些 是否我們不思進取呢 那這些我覺得都是值得 我們去反思 那這是我想說的回應 另一個 剛才是季必興猛的說 發生在中年危機 中年危機可能是一個道所線 但是我有留意到 那些愛情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發生在青年人身上 但是他們很闖絕去結婚 而之所以闖絕就是因為 那個性教育就不好 很容易意外壞人 然後不想去墮胎 就草草結婚 又或者經那些女方那裡的家人來找晦氣 所以就選了要很闖絕去結婚 然後很努力維持七年 十年 但是那種做人的道理 愛的道理 甚至剛才Erik提到鐵三角 那種要信心 那種激情 那種 passion 那種還有很多 其他要聯繫維系的 都忘記了 我覺得這個位置 都是構成很多不忠 或者當中 他可能有時候情迷意亂的 但是處得不好 而讓到當中 剛才我想說 整個家庭的人都不開心 因為那個女士不開心 他不會對子女 會有很多正正好 因為整個家庭要愛 安全感 這些位置裡得到的正能量 而是懷疑 不忠 不信任 甚至很多猜測 很仇恨 甚至是妒忌 暴力 這些 我看到 在我來找社工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很難救 我想說 因為不良的溝通 這種 建基於 得不到欲望的滿足 得不到真正的支持 信任 裡面 不良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 有沒有得救 有時候可能太遲 我覺得 不是沒得救 但是那個救裡面 就是要你學懂 如何去做人 我想就是這一句 誰不懂得做人 但是很可惜 在婚姻 和我們維繫婚 這個話題上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要建立 要去栽培 但是我想提出一個 很重要的論點 有沒有人 好像 你去經營事業 這種心態 去經營愛情 和去經營婚姻呢 香港人很喜歡上班的 很喜歡賺錢的 很喜歡 要找到認同的 但是這種 可不可以 將同樣的心思 意念 放在家庭 愛情 又是你的事業 終身 好好去維繫 甚至以它 是一個priority 這是我想提出 今天 你問我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只可以回歸回 你人最基本 內在得到的滿足安全感 和一個家庭的一個維繫 和一個安頓 只要回去這樣才能得到 一個機會的解決 只要你的心 即是在那裡 建立一個很實在的家庭 你才有這種動力 大家一起去面對所有當中的危機 我就覺得有這種看法 就是可不可以做到呢 當然這是個人的期望 家庭的期望 但是整個政府的政策 都需要有這些家庭友善的政策 而且不要成為一個工作的奴隸 那種工作的奴隸 然後能夠有多些心情 去給予家庭、給予家人 甚至是多些心情 跟你的伴侶去聊聊天 留意一下他有沒有多一條白髮 留意一下他有沒有多一條皺紋 甚至他的髮型有沒有不同了 他今天穿什麼衣服等等 這些都是很基本可以做到 為什麼做不到呢 就是我們太忙了 心不是在家庭裡 心只是在很外在建立賺錢 自己的地位 而忽視了一種最基本人的需要 就是那種心靈的滿足 人與人之間 那種血緣 甚至那種愛情建立 因為我剛才也說 如果這個婚姻還是建立愛情的話 為什麼容許他會丟毀呢 為什麼容許有第三者會介入呢 為什麼容許那種疑惑不安 是滲入在大家當中 而不去溝通去面對呢 這些就是我看到 來找我們的真是太遲了 講這些東西 有時候我覺得好像很不貼地 但其實有時候最根本就是這個位 就是我自己想講這些相關的東西 鮭標不如順著Heidi那裏補充 因為比較銜接一點 我說了跟著櫃標輕一次過的 因為我這幾年比較著重做的政官會講很多路結構 剛才Hidy說了一些我覺得很好的地方 我想順著如果在這些資料補充在座聽的 可能都有點豐富了大家 原來我們有些研究看到 很多研究不是有的 同理心是跟我們的訓練有關的 譬如人生出來是應該有同理心的 但是是需要栽培的 我們整個教育制度是沒有這方面的教育 或者是很忽略這方面的教育 所以剛才就出現了 如果放在我們今天的話題裏面 就是當兩個人承諾了 或者在法律上我們結了婚 但是原來我們沒有準備好這個數字就是我們要理解對方 如果理解不是純粹我大約都知道你每天上班就下班了 賺多少錢 而是有一種聆聽 剛才說多一條白頭髮 我總是真的用身體量的生存 我總是真的去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想這就是情 我想就是 但這些原來是要至少培養會影響我們的腦結構的原來 當我們的腦結構有了這個部分 發達一點的時候 原來我們又自然一點就會對對方多了一份的同氣心 剛才我順著這個方向就令我想起有時候 當我們想多一步 當我做這個行動 假如有一個精細的美女在我面前 她又說很喜歡我 又很有錢 養了我可以的 但是我如果想到當我發生這段的感情之後 我身邊那個是受傷害 她會 我會形象化看到她那種傷心的景象 我是應該會比較把持得多一點的 這個就是同理心 等於那些人現在斬人 當你想一下 你斬人的時候那個人的痛 那個人的受傷 你有時候自己都會痛的 我們看電視都會 這個就是同理心的栽培 這個是我們教育制度需要 或者整個家庭 不要只是指望政府 我們作為家庭自己都要培養這個部分 第二就是我們所謂的 其實兩個關係怎樣 一路簡化還是有簡化 這個在哲學學會講的非常之不對 太過簡化了 我們都需求快樂 但快樂在心理學的範疇 正向心理學 我們分開了感官的刺激的快樂 和長遠那種英文叫做 滿足感的快樂 剛才剛才說有個天鮮一樣的美女在我面前 身材也好 又是很適合那些 很想有自尊感的男士 我這些是感官的快樂 即時 感官的快樂有個閉嘴就是要越來越多的 劇量才慘 所以越滾越嚴重 這些人就會 但是大家應該都聽過了 長遠的快樂的 滿足才是細水上流的 才是重要的 而且就是涉及到剛才說的意義 道德的層次 怎麽為一個good life 在鬼表補充這個希臘的哲學家 阿里斯多德 沒錯 阿里斯多德 說good life 就是在說這些 所以現在我們現代有些心理學都會說這些 所以就是 但是這個要練的 我們因為整個社會就有鼓吹感官快樂 怎樣將它慢慢轉移到就是 要是細水長流的 要努力經營的 剛才我很喜歡這個字 經營的 這樣才得到的這個快樂 經營的時候是要用力的 是有少許辛苦的 長遠就得到那個滿足感 這個我很喜歡 講完最後一小句 就是聽下去就變成 好像收身才齊家 我突然想到 原來我們要先搞好自己裏面這些部分 但是我不是說哲學學 我說的是心理學 現在講的那些老結構 荷爾蒙那些 是原來要練回來的 要練回來的 講了這麽多 剛才你說的那些就很哲學性的了 其實已經是了 就算你少用一些專門的術語 但是同理心啊 或者是說一些哲學文那些 其實是自學我們經常講的 不過不是用這些討論 譬如不要著重是一些比較獨體的 感性的那些 而是一些比較理性的 愛的那些 那些其實完全合我們作的說法 所以Eric那些講法當然很同意 雖然這些討論和我們少許不同 或者我都講一講 剛才你也講過心理輔導 我講一講之後輔導 不過先聲明就是沒有什麽實踐經驗 就是很短暫幾隻月那些幾隻狗那些 但是真正做的就很少了 所以都是這些直說 或者加上自己的想法 我們講了一些原因 兩位講的比較多是中年和孟靜 但是兩位應該都同意還有其他原因 其實可能每一個人的原因都不一樣 有時候女性也有問題 好像有些說第三者找你的 不是他搞婚外情也找你的 那時候可能原因就不同 剛才你說中年男性那個了 所以我們找原因呢 其實是如果輔導說 最好的一種方法就是馬瑞洛夫 那種所謂Peace MacBook 我們中文也叫做寧靜的方法 Peace就是阿温大維博士 他真是搞不住這裏 就是有多些實踐經驗 那他都說臭夠字數而已 Peace就是幫別人記 你都說不用的那些記不到 你就說Peace P-E-A-C-E 那樣好記 所以說不說都可以的 他原來的說法 但是精神就很重要 我先簡單講一講 Peace就是五個字母 P就是problem 有什麼問題呢 譬如我們分愛情 你忽然這個是problem C就是emotion emotion其實是臭夠字數 你當然是不開心的了 通常都不開心的了 大家都滿字很少的 跟著A就是analysis 分析了 你不是就是知道有問題 而是知道那個問題 譬如哪些是主要 哪些是次要 還有怎樣去解決 那這個就是A C就是contentation 所謂的智學輔導 可能這一部分就比較重要一些 就是想一些比較究竟的 或者起碼重要一些 如果不是讀書的人 可能你說歐健 不太知道說什麼 但是說重要的那些原因 因為一堆原因 分愛情很少有單一個原因 譬如剛才說的是中文男性 不是解析了 中文男性還要是有沒有錢 都是影響到的 而且他本身懂不懂說話 哄人的 都是影響到的 或者那個女性 是不是懂得去勾引人 這些都影響到的 所以一堆的 那你就分析哪些重要 哪些不重要 那個是比較智學性的 那個contentation 尋思 最後那個E就是 那個是照顧字數 因為解決問題 那個不是方法 好了 這個pismetwork 我自己歸結做 最重要的是 尋找它的原因 就是剛才說problem 那些主要原因 其實智學和非智學都不需要這樣分 因為智學家講到ultimate 那些不是講一般問題 而是講一些智學問題 覺得很努力 很厚切的 所以你想到重要原因就可以了 但是重要原因就是要對症下 所以就是要怎麼處理這樣 最後平衡都是處理了你才平衡 你處理不了 平衡不了的 那這個其實是比較智性的 你可以說是分析性的 這個都需要 有時候是一些真的技術性的東西 就是可能你分隔兩地 見得少 那些方法見多些 那些技術性可能不關你的情感關係問題 你兩方大家都有情感 但是見得太少了 那你就分析到的原因 就是要找多些時間去見多些 這樣 如果不是分隔兩地 現在是工作的時候 你就減少工作了 是不是 減少工作 大家去見多些這樣 這些就真的對解決軍愛情有幫助 就算出現了軍愛情問題也好 我覺得其實一般 如果你有情感的關係的時候 不難解決的 因為大家都不想 所以如果大家坐在一起 那問題是什麼 怎麼去解決 其實通常都能解決到 我自己的想法 好了 講多一種自由輔導方法 表情好像很荒謬的 叫做無方法的方法 這個叫做阿亨巴哈的講法 補方法的方法 或者叫做超越方法的方法 叫做Beyond Matbot 或者叫做Metbot 或Beyond Matbot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想講一點的 我只要理解 最重要是有某個東西不是那個方法 最重要是怎樣去跟人去 互相去包涵 互相去理解 這個就是很內容性 就是剛才你說 如果覺得那些 譚恩、阿敏果去處理 那些是比較知性的 這個就是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最為重要 有時候我們解決問題 真的不需要想些什麼 很技術性的 不需要 大家比較關心 就很自然會想到很多方法出來 所以阿亨巴那個 譬如做輔導 他不是著重要想什麼方法 去找出什麼問題去處理 不是 而是很重要 譬如聆聽 就是聽多些客人講些什麼 他需要是什麼 就是這部分 都要講回他自己能夠理解的 他覺得是可以幫到他的 就是變成一個對話 就是在那個作戶上來講 其實對話我覺得是一種 就是你叫做是 彼此之間的一個 互相了解這樣 交流這樣 那這一種呢 其實我覺得剛才講的 就是作戶道 但是作戶道 你就是職業地講 職業地講 你叫作戶道而已 但是處理問題 什麼問題 其實你這樣 習慣都是你這樣 譬如說 你不就用剛才的方法 比較知性的就是 找出錢的就是 找出錢的 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比較呢 我覺得更加終極 更加是好的 就是事實上 我有這方面 真的有特殊經驗 真的有時候 跟老婆吵架 譬如我用這些例子 不太說了 通常你用一些施性的方法 是罵得小的 就是那些問題 就是小兒波那些東西 就是那些 就是找這些方法解決到 但是嚴重的方法 一定是互相真的放下了 自己的看法 不討論 就是大家為對方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真的 就是講一些甜言蜜語 就是那些 你不是講方法 那時候真的 給對方感覺到你關心 這個我覺得是很有效的 那這個就是用了做的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 就是我們解決 那我同意 Abby剛才說 就是有一些 平時你要做的 栽培情感的那個方法 那個就是比較預防性的 那那個呢 我們讀哲學 特別是中國哲學的人 特別是著重的 就是你怎樣培養 和太太的感情 那我很同意就是 永無止境 不是說你一結婚之後 特別生在一起之後 好像沒什麼可以做 有他誤記 他有誤記 所以他繼續去發展 去栽培 比如說一些個人的一些 這個絕對是個人 我覺得可以做的 你們其他人可以做的 我看你們自己 比如我就會找一些共同的嗜好 以前沒有的 以前真的覺得 他做他的 我做我的 其實不好 大家有時候會不了解對方 但是近幾年就多了共同嗜好 特別是行山這些 我兩人都很喜歡 那行山就是有共同氣水 大家互相去想一下 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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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裏吃東西 不過那個 互相的了解 互相的 投入的程度 強很多 這個我不知道 是不是獨門殺手間 不知道 但是對我好弱的 近幾年感覺和太太的感情是好好的 好好的 另外有些是 有些是 有些是 有些 我覺得是小弱的 例如那些 例如剛才兩位說 看劇集 但我就不喜歡看你們提過那些 婚愛情那些 我就完全不看 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小妻世界 所以我趕不出名 我從來不看 我很不喜歡看那些 我喜歡看什麼 就是十二好年輕 年輕妹那些 沒有對方不行那些 我就看得很喜歡 而且看得來 我經常代入老婆那裏 代入那個女子角那裏 真的覺得很 真的 好像感覺到 有時候覺得老婆也有的 其實那些東西 那些好的東西 其實她也有的 但是那個劇集上的《男女主角》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痛苦的 很多 有些還要失敗收場 但是我們現在又結婚了 就在一起了 老婆又有些東西 那為什麼我不對她好一些呢 我實際上有些什麼 你叫做疑情也好 叫做代入也好 你覺得真的比以前 就是從以前 大家的了解好像都是 比較客觀愛在那樣 但是其實有時候不是的 就是你要代入去裏面 就是源頭去裏面 就是去了解她 我也是很好的一種方法 就是覺得好像對方那些 很多東西其實我以前不了解 但是看電影的時候 代入去 咦她也有 會欣賞多很多 這些小小的個人分享 那我的回應就是 其實很開心至少 Jenny去感受到她的阿公 對她的肯定 令她自己有價值 這一點我也想作為自己的結論 我想我的結論 就是其實我們的家庭 是影響著每個人的 爸爸媽媽怎麼去處理愛情 怎麼去處理婚姻 怎麼處理人際關係 怎麼處理伴侶 其實他們怎麼做呢 我們或多或少 都是受著她的影響 有形無形 甚至現在Jenny說回 很幸運 可能你受的不多 你不多 或者你已經長大了 那時候也有自己的想法 可能沒有受那麼多 但是我很想說 其實如果父母 那個子女的年齡越小的時候 那種父母的處理方式 溝通的方法 對小朋友那種關不關心 肯不肯定 其實是值得跟她一輩子 甚至因為她將來 對不對人 有沒有信任 他不信任婚姻 甚至是 譬如剛剛Jenny 你都會有批評 其實如果是你 你就不會這樣處理 這個明明沒有愛情的婚姻 為什麼還要死 就是你已經有你的想法 但是其實 他們適合用的方式 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就是在 小朋友或下一代身上 重複 又重複 這些將來的一些想法 但是怎樣都好 真的說婚外情又怎樣 是很難用理性去完全判斷 但是有個位置我覺得 一定要 沒有理性都好 是可以計算的 計算就是要止褫 所以我認為的結論就是止褫 如果不可以去計算 也很難不去計算 因為如果在裡面 你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甚至你不單止得不到 你看到你因為你的緣故 而要令其他子女 周邊的人都受苦辛苦的話 其實都是失敗的一個部分 如果在當中還要選擇死手 還要選擇一生一世 我覺得這裡 我除了尊重的話 我覺得不是對下一代是好的做法 那這裡我覺得 正正都要希望有一個理性 雖然我也知道是很難 但是一定要計算 這個計算就是你還可不可以 給得到這些代價 還有當你還說你為子女 而保持著這段婚姻 你為子女為他們好的話 其實這種已經爛了心的蘋果 其實才是最毒害你的子女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或者說小已經受到這些方式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 那種無奈的話 可能我們現在懂得說 但是很多時候在我現實裏面 父母離異 然後兒子都告訴我 我不會像我父母那樣 但是十年之後見到他 就不知為何 他都會走上離婚的道路 你說是巧合 還是因為你越不想像你父母那樣 但是當中幾十年 那種學了他們的模式 那種入腦入耳 甚至很害怕很不安全的情境 原來就是促使他 不知為何找回像爸爸一樣的人 或者一些很不負責任的人 這種我覺得是沒有辦法解釋 但實在是影響感 所以我覺得只可以有兩個方法 就是今天我自己的總結 止蝕不開心的話 真是可以挽救到 你當然是挽救 但是挽救不了 越早離場 越對自己和子女 可能是一個好的方法 去善待自己和放下別人 這個我覺得是今天想說的回應和總結 多謝Fanny 我自己平時 這幾年 我想這七年八年 我做的其實都是低下階層的婦女為主 尤其是一批特殊教育小朋友的家長 都是低下階層的家庭 所以我們這三個 我猜都不是很中產的 你看到我現在沒有一個人 你看到我家屋不是這樣 絕對 所以我都在若莫指導下 他應該都不是很中產的 所以 所以 Janny 你可能在走著我 但是我也想提一件事 你現在有很多好的質素 我覺得你要感恩一件事 就是你有媽媽那邊的好的栽培 因為我不是在說一些心靈雞湯感性的說話 因為有資料的 我常常都 在哈佛有一個兒童成長中心 他做了一個很長期的研究 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小時候 頭幾年 有一個成年人 令我們感受到被照顧和安全 我們的腦結構成長是有些不同的 就是原來真的小時候 不是小時候的那些 那些前六年影響 是 沒錯 佛羅里德沒有做 肯定基礎的研究 但是現在他們是看到 那個腦結構有些不同的 這個腦結構是影響我們之後的安全感 還有之後整個人身體 敢不敢去試新東西 去闖蕩江湖 還是很害怕的縮起來 其實是影響的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感恩你有一邊 有很好的傳承 我用這個字 這個 第二 就是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 其實媽媽當時不肯離開 離婚 其實真的不是純粹一個理性 就可以解釋的 真的 人願不願意走出自己的 我們叫做安全區 空間 其實真的很 挺是剛才我用過內在需要的影響 我的內在需要真的不是很理性的 尤其是你用了他一句說話 我回覆你講 不是我側下去 你慢慢說 你說他守了這麼久 守了這麼久 這個字其實可圈可點這句說話 就是他守著什麼 他想證明什麼 其實就是他那個意義感 價值的肯定 身份的認同 所以 不是這麼簡單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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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 我贊成Hidy說那個要止蝕 要計算 但是那個 那個 cause and benefit 有時候不只是 我們 屋外人看這麼簡單 什麼對他重要 這個 這個就是很致命 真的 什麼對他重要 我們國外人 我們這一代看 沒有了這個這樣的老公 有什麼所謂呢 我們看得很輕 但是他未必是重視這個老公 但是重視一個 我是有夫之父 我是家庭齊齊整整 可能是為了你們 其實 所以這個 我覺得 我看不到你媽媽 但是我真的很欣賞他為女士 真的 我這樣說 時間關係好嗎 我想我再說幾句 再看鬼表兄怎麼安排時間 第三件事就是 真是的 其實我猜父母的關係 他們的表現 都影響了我們下一代 其實是 有形無形地 你如果喜歡法律依德的說法 就是入了我們的潛意識 影響我們怎麼看 我們現在的人際關係 我們的伴侶關係 還是我在別的地方昇華 用這個字叫昇華 昇華在別的層次 在別的範疇去滿足呢 這個值得你慢慢 一直追讀書 你可以繼續探渡這個方向 但是我仍然都很堅信 人內在的需要 都是那種安全、認同、肯定 這些都是很基本的 我們需要的東西 在這個婚愛情裏面 其實我覺得就是 幾個派對都是受傷害的 如果早些 可以找到自己的價值 意義 很好的栽培 其實未必在婚姻裏面 也可能在婚姻裏面 就可以建議康康 有個good life 用完一字 good life就交給他 是 或者是長話短說 其實已經夠時間了 不過長話短說 還有少許董建 剛才的討論 其實我認為一個 如果以智學來說 就是一個所謂普遍性和特殊性 或者客觀性和主觀性 那個關係的問題 那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叫做經權 就是經權原則 就是有些東西有普遍性的叫做經 有些東西有特殊性的叫做權 如果簡單分 所以譬如說 遇到婚愛情 怎麼處理 或者婚愛情 道不道德 我剛才說的比較多是普遍性的那些 就是說一般來說 這個就是屬於經了 有普遍性那邊 譬如通常是破壞道德的 所以我評價一般來說是不好的 譬如說那些欺騙 或者是傷害等等 但是有特殊性的 我就少說 但是其實可能兩位說比較多 就是你們始終不是在做哲學 普遍性那些 但是我讀哲學的人 就是中國人生哲學那些 就是覺得重要 因為實際上沒有說一定要怎樣 可能真的因時因人恩 就是因因地而異 所以剛才Janny那個問題 就說怎麼解決呢 那麼Heidi給了一個答案 就好像覺得他們不應該再在一起 因為子盤不是很好 但是我同意一般來說不太好 如果覺得一般的情感關係都不好 但是如果有那兩者 就是一方面一個就是 好像Janny的媽媽那樣 真的覺得為兒子也好 或者自己想是一個太太的地位也好 他很想維繫 如果我先生就覺得 就是都珍惜和太太的關係 不想 就算他都喜歡第三者也好 都想在一起也好 那可能他們的做法 就不是剛才說一般那個 一般是不好的 所以一般來說 既然不好 你就是斬斬斬 就是你不要再跟第三者在一起 因為你覺得和太太的感情的關係不好 你就離開這樣 那就是一般做法 但是現在那個特殊的情況 每個人那個衡量不同的情況 可能Janny的父母的處理 可能是適合他們 就是適合他們 那個年代啊 我想是那個年代 還有他們兩個人的想法很重要的 譬如你媽媽真的很照顧你們 好像在犧牲 就是為了這樣 但是犧牲來又不是很慘的 就是那些 就是很慘的 可能是做錯決定的 又不是很慘的 就是沒有那麼幸福的 可能少得幸福的 那我就覺得這些做法又是可以 雖然好像不是一般做法 但是已經做了一般的想法 所以我們怎樣做法 就是那個經要說 但是權力也很重要 就是看那兩個人 或者看那三個人 那三個人可能 假的想法都不同 但是最後 就是同樣 就是不同那三個人的時候 可能完全一樣 是不是有些情形好似 甚至一樣都好 這個我想補充 就是那個主觀性 特殊性 那個別性 都是一個我們要考慮的因素 是的